我们接下来讲到所谓的群集的基本特色的第一项 也就是我们群集物种会有一定的物种组成 所以我们先提群集的物种结构 其实它内容很单纯 简单说就是物种很多种 它可以按照它的个体数或它的分布形态来做描述 当然我们可以有所谓的食物链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把这边的物种分为 有些人是生产者 有些是消费者 有些是分解者 但你可以用食物链的角度来区分 不过我们最常看到的是用影响力或者是数量 数量及影响力来区分 如果你的数量最多影响力最高者 最多者我们称你叫优势种 你很优势 你会造成你会主打这个群集的表现 那优势种当中呢 比较少一点的叫亚优势种 那数量再更少一点叫半生种 最后叫罕见种 罕见种就很稀少 有时候看不到 有时候看得到 甚至有些季节根本不会出现 好那以上是依照它的数量跟影响力 可以把它分成这项 这些优势种或者是罕见种 好也就是说物种结构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做区分 而我们今天来介绍什么叫优势种 其实优势种的定义是指 这个物种对于群集的结构及环境 有明显而关键性的作用 和影响的物种 那有谁有这个能力或资格 对这个群集的构造或环境 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呢 不外乎下面几个特质的物种 第一你的个体量数量多 第二你投影的涵盖面积光 就是从高空看下来 整个面都是你 就是覆盖面积大 另外一个叫生物量 生物量是指什么呢 是指生物的质量 你很重 很重 所以这边的物种的所有的重量 你几乎这样的一大半 你的质量很重 而我们在讲生物量的时候 是指质量中的干重 当我们在计算生物量 是把一个生物拿来 然后烘干 它身上是没有水分的 因为水分会造成 体重上面的判断的失准 所以我们会把它烘干 称的是干重 就是体重 好 那有些人是体积大 像大象走来走去 那有些人生物是活动力很旺盛 它也许不多 它也许是个体小 可是它活动力太强了 也许破坏力或是影响力很大 这叫做优势种 而其中最常使用的指标 是个体的数量 因为这么多的指标当中 就以数量是最容易做计算的 你看其他的 很麻烦 比如说你今天要看它的投影面积 你得要有 卫星或是高空摄影机才有办法侦测 而且有些物种 你要测量很久 因为它可能会面积会改变 那如果你要测质量更麻烦 比如说我要测质量 不是说抓一只大象来烘干秤重 要这个群集中所有大象 不是只是全部 那你把这些大象全部烘干秤重 秤完了 这个群集就没有大象了 因为烘干就死了 我把人的全部抓来秤干重 烘干完也没有人类了 所以这不可行 那体积也是 你不能把一个生理中 全部的大象抓出来秤体积吧 而且体积会变 所以这又更麻烦 那生活力旺盛 活动力旺盛也是 活动力怎么定义 而且有些物种活动力是 依季节有关 你现在季节去量 活动力好低哦 它在休息啊 你换个季节就强了 所以这边最容易的是数量 你只要拿个子 拿个笔 到森林中 到群集中 就可以记 这种鸟有几只 那个动物有几只 就可以很容易判断 所以优势种很常使用数量 那如果数量多的叫优势种 少一点的叫半生种 或者影响力比较小的叫半生种 最后叫稀少种 那我们现在来画一个图来说明 如果今天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通常横坐标不是因子吗 我探讨什么因子 众多标就是对什么效应的影响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物种 现在这里物种 物种呢 我分为A物种 B物种 C物种等 然后众多标的是数量 我们来探讨不同物种 它的数量各自如何分布 所以探讨物种 对数量的这个影响 好 假设你的物种 我称为A物种 它的数量超级多 这是A物种 然后B物种呢 数量少一点点 然后C物种呢 数量又少一点点 好 这样这些物种呢 我由物种数量多的 到物种数量少的 做排列 好 这是C 诶 C在这里 那这是猪 好 那我就把依序 按照数量多少 而做 分分类 好 最后几个呢 可能特别少 甚至快没有了 这是GKH 好 那按照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能会把前三个 叫做领先群 它们就叫 优势种 而优势种当中 最多的就叫优势种 后面这两个呢 可能会叫它 亚优势种 我先给亚优好了 亚优势种 而这些呢 是伴随的数量少一点点的 它就叫半生种 就是介于在中间的 那最后这比较少的 就叫罕见种 或叫稀少种 罕见种 那我们就依照数量这样分 好 因为通常数量最多的生物 它对整个群群影响就最大 那我们就分成优势种 半生种跟寒碟种 而优势种还可以再分为 真正的最大的优势种 跟优势种比较少一点的 叫亚优势种 好 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文字一样 所以这是以数量的多少 做排列 来判断它在 这个群集中 这个物种结构 是什么角色 好 那回到这里 这是讲我们这个优势种 对于这个环境的影响 而这个群集 通常会以其优势种 来做描述或叫名称上的称谓 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数量的分布 一个群集当中 或是一个生产集当中 谁会最多 通常是生产者 乐代雨林谁就说 树咯 贝州大草原谁就说 草咯 有发现我们在描述的是 乐代雨林 跟贝州大草原 为什么不叫叫做 群羊群 猎豹群 因为它最多的是草 是森林 所以用这个优势种 当作其称呼来描述 所以就会变成 为什么那个生产器 叫做乐代雨林生产器 那个生产器叫 非洲大草原生产器 或蟒原生产器 因为它最多的是 那些蟒原的植物 或是森林 是这样 是以优势种来称呼 而优势种通常会是生产者 因为数量最多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物种结构的描述 以数量大小 可以分为优势种 半生种 和稀少种 或叫罕见种 好 那以上是物种结构